現在畫面上你看到的這個五線譜 我要用這個五線譜來介紹 延續前面說的這個古譜 我們上次講到古譜是介紹符號 對應到爵士鼓組上面的每個部位 每個器材的名稱 然後怎麼樣在符號上面 在這個五線譜上面標示 今天要把它加入這個時間長短的考慮 所以你看一下我現在先畫一個小鼓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上面是小鼓 但是音符它事實上不會是以一個實心單獨的一個點 這樣存在的 我如果加上了一個 一個符幹 這樣就是一個四分音符的長度 當然四分音符的時間到底該多長 這個是看歌曲的情況來決定的 所以會有一個單位叫BPM 用這個BPM去制定 去定義一個四分音符的時間 該多快或多慢 但是這個在我其他影片裡面有說明了 各位可以去找來看看 在這邊我先不管這個BPM 我們先來講這個 四分音符 接下來如果我一樣要打小鼓 但是我希望這個小鼓敲下去之後 它維持的時間是比較長一點的 這個音符的時間量比較長 你可能會用到像這樣子一個二分音符 你也可能會用到一個全音符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在 當然也有可能你會想要用到八分音符 再短一點 這是一個八分音符的時間量 這樣子去標示 所以這是在 一樣是敲擊小鼓這個部位 但是敲擊下去之後 這個時間維持的時間量是不一樣的 有時候會長一點有時候短一點 這是用這些拍子的 關於音符長度的記號來標示的 其實還不算是拍子 我們現在還沒有講到拍子 接下來我要說的是 像其他的部位 如果你想要敲擊大鼓 你要踩踏大鼓 或者是TOM TOM 或者是FLOOR TOM 基本上這些鼓類的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音符 只是它的位置不一樣 我前面有說到像是 如果你要敲擊TOM ONE 你會在這條線上 應該是第四線 那如果你要敲擊TOM TWO 是底下這條線 就是DOREN FASOLA C 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是要大鼓 就其他位置 總之這樣 那如果是銅拔的話呢 你要敲擊拔的時候 這個符號我先畫在這邊 我們通常會用一個XX 或者說一個X來表示 在鼓譜上面 如果你遇到了一個XX 你就知道你要敲的是銅拔 但是它的時間要維持多長呢 如果是全音符的 這一個銅拔的時間量 我們看到會比較麻煩一點 你會看到的是這樣子 這個XX化成一個空心的 這樣表示它是一個全音符 如果你希望 一個二分音符的 銅拔的演奏的時間 那除了剛剛的這一個 空心的這一個X之外 它還會加了一根符桿 會是這樣子的 當然如果實心的話就 四分音符就直接這個XX 然後再加一個直線就可以了 八分音符呢 就會再加一個 一個尾巴 十六分音符 就兩個 就依此類推 今天先講到這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